以選舉的身份 那時候會以地方政府的身份 來要求大家各位的幫忙 再給我一些充分的協助 不忘提及選舉 递出辭辰的這一天 陳時中也主持 最後一次的 衛福部部會議 接任呼聲最高的薛瑞源 就正巧坐在陳時中的旁邊 衛福部長最可能的人選 真的是薛次嗎 這些恐怕都是要有院長 這是院長的權責 回顧陳時中 從106年2月接任 一座就是五年五個多月 期間擔任指揮官 讓他一夕間被捧上神壇 直到今年專換跑道 投入選站遞出辭辰 我想也該是要換跑道的時候 那這五年來 也得到大家的幫助 我們一起也完成了很多的事情 那當然要離開 都會有一些不捨 不過大概是老話一句 天下沒有不散的沿襲 只是他任內 最引發爭議之一的 就是健保部分負擔調漲 原本一路停長的陳時中 在政策五月十五號上路前三天 卻一直公文喊咖 就被懷疑當時是否就位選舉鋪路 這個是李柏章請你問的嗎 在防疫非常的緊急 那在那時候來加重 可能會有一點加重人民的負擔 強調是因為疫情大爆發 政策才延到 但陳時中的庭長度不變 只是交棒給下一任衛福部長 今天早上遞出了辭辰 就是已經是代理之人 等待要離開的人 對於這政策在這裡說三道四 也不適合 李書長的使命感 這部分負擔的調整 大概是一定會做 一經地辭辰就不再談論政策 只是陳時中這華麗轉身拚選舉 就怕也會被質疑 不想攬上健保調長的責任 要交給接班人來扛 鐵片新聞廖廣斌周爾瑄台北報導 部長今天星期有比較輕鬆了嗎 是不是等一下就要請辭了 九點二十六分 衛福部長陳時中 抵達行政院參加院會 這是他任內最後一次 因為會議一結束 他將卸下部長身分 備戰2022台北市長 都已經成熟 各個層級在指揮中心裡面 也跟各部會 能夠做最好的一個合作 所以在離開這樣的一個 指揮中心裡面 當然我仍然會掛心 我也會關心 但是我充分的有信心 出席院會會後記者會 就坐在正中間 任內的告別之座 萬如也像是替陳時中 搭起了選戰舞台 院長表示 非常感謝陳時中部長 他那種穩沉穩 專業善於溝通 邏輯清楚 適切回應記者的各種提問 溫暖周到 這又是另一個暖男要來了嗎 至於誰來接任衛福部長 傳出因為內閣沒有要跟動 影響最小 政院打算由次長薛瑞元接綁 他現在的職務除了部長以外 還有疫情指揮中心的指揮官 這兩個職務的接任人選都會一併的處理 政院接下來將展開接任人選徵詢作業 順利後再決定交接日 相關程序有望一週內完成 但這期間陳時中還是部長跟指揮官身份 本來就有一些既定的行程 那我還是會照著既定行程來走 那當然也因為要離開 所以還是要跟我們相關的人員 可能要做一些討論 畢竟陳時中出征北市 不能讓對手抓到把柄 說他事情沒做好就落跑 TVB社吳昆里做和台北報導 我預購了一張 五個月後 12月25日 你卸任當天下午 往台東的車票送你 我只買了單程車票 這麼急著送走市長柯文哲 民進黨議員王世堅 幫忙預訂到台東的單程票 附上數字密碼 但跟市商157的柯文哲拜拜前 台北神童再度降落 VA4 VA5 我估計如果台灣會出問題 再40天後 石頭良說萬華市破口 全台灣陪台北坐牢的時候 我覺得我沒有看到 陳部長對台北市有任何的話 這件事情 我就要先跟台北市民交代 一般空降的不太容易 但柯文哲跟副市長黃珊珊 卻因為即將全面發放的重陽敬老金 被議員們找到兩人間的破口 有沒有排擠 當然有 可是現在黃珊珊出來的說法 是來打臉你過去七年 外國在講說那我要公投 你不贊成要公投 公不公投 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主張不是嗎 是 你的主張無得再事於惠靈 偏偏黃珊珊不好對付 議員也不善罷甘休 贊不贊成11月26號敬老金公投 議員跳針狂問六分鐘 柯文哲猛舉手想回答 我能不能發言 我是反對公投 我是反對公投 卻沒插話的餘地 好不容易可以說了 民主自由不應當逼每個人表態 說明是台灣為什麼是一個民主自由 你要不要給我機會講話 你們是一個沒有擔當的市政 我有擔當我會不會講 你閉嘴吧 每個都叫我閉嘴 柯文哲有話無法說 議會殿堂上也只能摸摸鼻子 把話吞進去 TVBS新聞崔仲群林一傑 高聖航李平SNG小組 台北報導 親自督軍新北演習 這回特意增加戰爭場景 但政治上戰火已經開打 民進黨新北市長參選人林佳龍自稱 他在交通部長陣內 擴建林口五谷交流道 當時交通部署提出了 姐姐桃園市 是難出的雜道法 完全厚實薄筆 漠視了林口人的聲音 我是既驚訝又難過 那過去他也感謝過我 我希望我跟友誼市長的友誼 不要因為這個選舉而被扭曲了 確實在2020年12月 侯友誼曾發文說 在林佳龍財事下 終於決定林口交流道 同時推動北入南出 懷疑過程早在2013年 新北市府就有意推動 但被中央打槍 直到2020年9月 林佳龍視察 但當時針對的是 只有南出部分 好友也喊要納入北入 到了12月林佳龍 再去裁拍板 都納入 一直到去年七月 政院核定 但林佳龍早在四月份就寫任 我們在105年的5月25號 就訴求預算提出了一個改善工程的計畫 給中央了 那這跟108年交通部的林部長 當年的中央地方攜手合作 如今侯友宜林佳龍變成競爭對手 換了角色 這友宜的小船 看來還真是說翻就翻 其實像這樣子戶外高達35度以上的大熱天氣 可以看到我的手臂 即使還曝曬不到20分鐘 就可以看到他已經出現刺刺癢癢的 而且在眼中一眼的話 可能會變成這樣 有點脫皮 就知道是太陽在他 整隻小手臂一點一點密密麻麻的 可不是什麼汗珠 而是帶有一點疼痛感的小水泡 男子回想 事發地點就是在這 上得來嗎 可以嗎 菜支階梯一步一步往上爬 前副總統呂秀蓮也曾經來挑戰過 北台灣知名的騎行山 不過這沿路都沒有什麼遮蔽物 而這名男子日前也是頂著大太陽 只戴一頂帽子沒有任何防曬措施 從早上8點爬到傍晚 在陽光下曝曬逼近10個小時 回到家以後也沒注意到 只是以為曬黑而已 結果過了大概四五天 看白白的一點一點的 看原來是水泡 騎水泡的狀況就跟我們二級燙傷一樣 騎水泡的這個情形是類似 曬山的程度已經是比較嚴重了 醫師直言長時間的熱能累積 跟被機車排氣管燙到狀況類似 而且以台北市來說 這三天測到的最高溫是逐日攀升 週六更有可能飆到37度 整體平均則在36度上下 就像是個超級大烤爐 穿一些比較可以有遮陽效果 或是現在有所謂抗UV的那種衣物 穿長袖遮陽之外 塗抹防曬乳也是必不可少 才能迎戰艷陽天 聽筆筆新聞 劉俊里坐橫展科 台北報導 坐在椅子上 緊急用衛生紙暫時止血 地上還流一大灘血跡 事後飯店人員蹲在門檻清理 意外發生就在這 我們來看看外面 登入住還拍影片紀錄 民眾的腳背 就是被往陽台的玻璃門 鐵邊框給刮傷 當下血流不止 後陽台的門很重 所以他把那個門 他說那個門就是有點被風吹 然後他就把它拉開來的時候 腳就被刮傷 我爸就形容那個血 就是一直噴出來 我覺得那個門如果說 他是頻繁被使用的話 他是不應該會有尖銳物 更氣的是事發當下 有通知櫃台人員 母親的傷勢大量出血 這一飯店應變能力不足 第一個反應 我覺得他應該是要派人員 上來看一下這個情況 而不是拿了一個醫藥箱 說那你會止血嗎 他跟我搖頭說 到台中華超過兩萬 原本想放鬆 家人卻意外受傷 飯店回應當晚接到電話 表示有人流血 需要醫藥箱 抵達現場 怕救護車等太久 同仁立即開車送醫 也幫忙付醫藥費 隔天一早主管表達關心 贈送飯店禮物 旅客也致謝 公共局透露 旅宿業者沒規定配置 醫護人員 但一般處理SOP 先詢問現場狀況和傷勢 緊急派救護車 小傷口會判斷是否需要協助 恐怕第一時間溝通誤會 才讓雙方救護認知有落差 TVB新聞中的黃靖庭特別報導 媽媽一臉焦急 向警方求救 說車門打不開 但小朋友還在車上 也出不來 他很小 一歲多而已 你能把車窗戶給破壞嗎 大概多久了 消防員拿出破壞器材 準備敲破車窗 媽媽則在另一側安撫小孩 好不容易脫困 小朋友也嚇得嚎頭大哭 幸好身體沒有大礙 地點在內湖好事多 戶外田的廠沒有遮蔽 又是大太陽 車內溫度上升很快 當時正式女子一下車 準備打開後車門 抱小朋友 但一下車來不及開門 中控鎖就突然上鎖 連汽車遙控器也疑似故障 無法開鎖 因為溫度上升 小朋友呼吸困難 嚎頭大哭 最後是破窗把人救出 卻也受困了20分鐘 我們回到同一個停車場來實測看看 現在車上剛熄火 車內的溫度大概是23 22度左右 但如果我們持續20分鐘都沒有發動 車內的溫度會上升多少呢 在同樣的下午時段 同一個停車場原本22 23度 過了20分鐘變成了32 33度 車內溫度整整上升了10度左右 不同的是 事發當天是艷陽高照 比起目前陰天溫度勢必會再更高 我們還是再跟你叮嚀一下 就是有兩個人來購物的話 記得小朋友先下車之後 所以對啊 要養成這個習慣 醫師也提醒如果小朋友困在車上 常見下來可能會導致脫水中暑 更嚴重的甚至會罹患熱舌病 且多多小孩在車上也可能觸犯兒哨法 家長千萬要多加小心 TVB的宣傳 今年最大滿月超級月亮影響 十四號上午台南安平區大滿潮 海水倒灌淹進屋內達三十公分 安平街 湖美街 滴瓦處也搭配積水 水利局共派出兩部抽水機 從早上七點淹水 一直到九點多才慢慢消退 因為今天是當局大滿潮 水溝的所謂茶糕 外面的水晶有水溝的水之後 造成這邊的一個路面 一個溢流 同樣情況 在高雄騎經的菜市場 婆婆媽媽們也要涉水通過 地面積水高度淹到腳踝 因為超級滿月引發年度大潮 在高雄騎經沿海 也出現海水倒灌的情況 高雄騎經受團樓附近 十四號上午 七點十二分滿潮 六點多水位就開始上升 人孔蓋沒有起消化作用 反而不斷往外冒 道路積水水深最高到小腿度 就是因為十四號深夜的超級月亮 引發年度大潮 這兩天 月亮離我們有比較近一些 所以輕盈的力量比較大 引發的潮位就比較高 每年只要有超級月亮 就會出現異常大潮 平均每年約兩到四次 時間也沒有固定 因此接下來幾天 西半部沿岸地區 還是得要多留意海水倒灌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就在龜山島的龜首牛奶海一帶 泥灰不斷冒出 伴隨著滾燙的煙霧 導覽員興奮向有客解說 龜山島周邊海域不但能賞金屯 龜島煙黃美景 龜首附近的海域 有海底流化物湧出 與海水混合成乳白色 又牛奶海的美名 成了龜山島的特殊景色 吸引遊客造訪 近來更成了自由潛水 SUP的熱門景點 13號上午10點多 海底冒出了大量的泥灰 還有熱騰騰的煙霧 讓遊客驚呼連連 學者說這是因為龜山島附近 從9點38分起 連傳四次規模3.6到4.0的 極潛地震 今天有地震 我們這裡有一個濕的地震 都一樣搖晃 這搖搖 它下面那個壓力改變 這些流化物這些白色東西 突然就跑出來了 量變得比較大 地震的話都會讓這個 這個量會改變 地震助長了流化物噴發 讓不曾見過的遊客大感驚奇 直呼不須此行 TVBS新聞 簡大成 宜蘭報導 行車介入器拍下 車身開到一半 前方是綠燈卻慢慢減速 一下往左偏 跨到雙白線上 一下往右 接著就朝電箱撞了上去 車身一度打了45度又回震 附近住戶外出 一看才發現 肇事的竟然是一輛巡邏警車 目前瞭解應該只是 單純的身體不是 那也有請就是分隊做酒測 那也沒有酒駕的情勢 年僅34歲的高姓袁警 在錦柚分局交通分隊任職 14號早上開車到一半 突然身體不舒服 不小心撞上電箱 還好人沒事 已經回對上休息 不過周邊760戶居民可就倒楣了 去外面沒人沒人停 我叫他 我叫他 算飯而已 哎呦我太天了 停電看等一下會復電啊 不然就是去附近公園 玩一玩這樣 那中午的天氣真的好熱 但電燈 電扇冷氣通通開不了 實在很無難 另外在高雄大樹區 同樣有100多戶 沒電可用 原來有一輛拖板車 轉彎時以為頭過身就過 沒想到車斗上面的機械 直接把堅實器撞歪 這輛拖板車在過彎時 司機只注意到了車身有沒有通過 卻忘了上面的路面刨除機 已經超過車身 因此攔腰撞斷電線桿 電線桿被折斷後露出白色水泥 只靠一旁的電線撐著 肇事的拖板車重達20噸 上面載著路面刨除機 機身加履帶長約16.9公尺 高度4.8公尺 轉彎時刨除機的機身撞上電桿 造成100多戶停電 台南高雄近1000戶的住戶們 熱了大半個下午 兩起意外正好都是車禍導致 台電緊急派人搶修 損害賠償的部分 也會由台電向當事人請求 TVBS新聞 顧手艙張麗玲宋家鑽 台南高雄報導 噴噴酒精坐了下來 穿深色上衣的男子 是一間工廠的老闆 公司發生意外 請警察來幫忙 只是貨車微停在警局門口 實在是不太好 請員工幫忙移動一下 結果才剛啟動 碰的一聲 傳出巨響 員工回頭一看 慘了 裴老闆來坐筆錄 車子就停在派出所門口 但這裡剛好是紅線 還是轉彎處 警方請他們稍微移一下 結果一個不小心 撞歪了消防栓 水當場噴出來 消防栓被撞歪 成了地面噴泉 遠景請闖禍男子 立刻下車 依照規定要實施韭 側 我叫你停在停 吹了不夠 繼續再吹 糟糕 一個車前一個晚上喝酒的秘密 當場露現 警方調查這兩個人 當初來西北市文盛派出所 公稱要報案作筆錄 是老闆開的車 員工陪同在旁邊 後來因為車子微停 59歲朱姓男子 才幫忙把車子往前撸 要停進右轉彎的停車格 偏偏角度沒有算準 發生差狀 酒色值0.66超標 成了公共危險的現行犯 如今更遭法院判處兩個月 有期徒刑 並可罰金一萬元 黃湯下肚 無論如何 千萬不要坐進駕駛座 一個不小心的失誤 把自己送進警局 提問張詩仁李傑新聞想不到 自身一人捧恰恰五月滑倒受傷 被迫停工 經過一個半月回到工作崗位 才剛要回到正軌住處又出狀況 一人捧恰恰和兒子 現在居住在台北市虎林街的 這棟房子裡面 不過門口最近被貼上公告 房子竟然遭到查封 白色鐵門緊閉 透過窗戶能看見 確實還有居住的痕跡 但屋子外頭13號 被法院貼上查封公告 這棟房子登基在兒子名下 彭恰恰拿去向銀行貸款 並且設定最大債主為第二債權人 對方讓他們繼續住在這 但另一名弧心債主和彭恰恰 有90萬和50萬兩筆債務 碰哥的兒子也是債務人 債主拿不到錢 不願意協商 直接向法院申請查封 他竟然不接受協商 所以我們也沒辦法去管控 就是他接下來要做的動作是什麼 我們就是尊重他這樣子 我們把自己的事做好 經紀人回應雙方債務細節 並不是太了解 交由法律途徑解決 目前只專注在權力幫彭恰恰接工作還債 不過房子被查封 碰哥和兒子該何去何從 只能靠朋友幫忙 彭恰恰兩年前宣布破產後 和太太離婚 答案去的房子給了前妻 信義區公寓成了唯一住處 沒想到現在又遭到查封 才剛復工又有新的問題要處理 恐怕也讓彭恰恰很頭痛 TVBS圈陳怡仁國穎台北報 看到他的照片還真的很不舍 淚水不停滑落 去年替朱莉敬主持發片記者會的淘金營 一起昔日互動難過的難以言語 放著狗狗來我家玩 那時候看起來覺得沒有什麼 感覺好像沒有什麼異狀 覺得他很健康 他不曉得他這麼 要經歷過那麼多辛苦的事情 他走得很安詳 然後希望他一切都很好 獨立靖三號因乳癌病逝享年四十歲 十四號臨堂開放第一天 藝人好友不捨悼念 滿滿不捨曾國成說去年有見到朱莉敬 狀況不錯 但無奈癌症發現時太晚 朱莉敬追思會場一樓大廳照片 他手拿最愛的麥克風露出燦爛笑容 布置則以紫白色為主的花卉 是他生前喜愛顏色 象徵堅強力量 龍膽花則是充滿生命力 代表朱莉敬生前的抗癌精神 陳維銘付出會場 全程不發異語 一邊走一邊掩面痛哭 先前跟朱莉敬同唱片公司的畢書鏡 極理玉璽也致哀 兩人低著頭離去眼眶泛淚 一句話也沒說 還有張祺慧悲傷悼念摯友 閨蜜露露也在一早九點抵達協助家屬 人緣幾號的朱莉敬病是令粉絲不捨 十六十七號兩天特別開放粉絲入場 向歌坦永遠的正能量女神致哀 一同陪伴miu人生最後的畢業典禮 TVBS新聞 有關張明如洪亭SNG小組台報導 機場人潮變多指揮中心再鬆綁邊境管制 從十四號開始包含來台轉機 持有效居留證者以及我國國人 這三類民眾入境之前 免吃兩日之內的PCR陰性報告 對於放寬民眾看法兩極 目前大陸不管是入境還是出境 都必須要四十八小時的核酸檢測報告 其他國家多數放寬管制 然而部分醫師擔心 國外的Omicron BA.4 BA.54虐 再掀起一波感染 國內的疫情好不容易進度虛緩 若是再度大流行 防疫措施擋得住嗎 指揮中心強調還是有防疫措施把關 未來還有機會開放零加期 只要做好個人防疫 注意監測疫情就能挺過 民眾如果快晒一樣 現在最快的方式就是線上視訊看診 但就有不少診所碰到 民眾看完診之後就不來拿藥付錢 透過視訊確診之後 民眾就消失不付錢 不少診所醫師抱怨 常遇到甚至天天都會發生 這種病人他也許就是 就算開藥給他或是 他也肚定回來付光 對 這是有時候會碰到的 有需要我們也會記欠帳 那有些是福保的 有時候就把它折離掉 受不到錢有的診所自己吞 但也不是每一間都這麼佛心 細節就有快晒羊民眾抱怨 診所疑似是擔心虧錢 讓他吃了閉門羹 我有問一下診所 可不可以晚上的時候 我們再補這個流程 他們說不行 李小姐說診所要求 要親友先到場填資料 並繳錢才能視訊看診 而他7月12號快晒羊 發燒到38.6度 家中只有他跟丈夫 但兩個人都確診 當下其他親友又都在上班 等於是沒人能幫忙 加上提出線上匯款也被拒絕 只能放棄看診 實際詢問被指控的診所 業者否認並表示民眾現場看診 都能夠事後補繳費用 卻也透露確實很常遇到 不補繳的狀況 而其他醫師也說 視訊看診不用健保卡 但要有人負責key資料 可能比平常多花四倍的時間 還有資料錯誤風險 責任得自己擔 所以大概能夠收的錢 就只有掛號費而已 那很多診所事實上也沒有 在收掛號費 所以第一個是說 我們沒有打算要修改這個流程 事實上目前來講 發生這樣的案例 還算是非常的少見 指揮中心認為不是常態 也強調除了掛號費 其他都有政府負擔 地方衛生單位則表示 診所要追討費用不是不行 只是大部分都不上報衛生局 選擇自行吸收或是訂出規定防範 只能呼籲民眾視訊看診要付錢 別把方便當隨便 TVP的是徐國安折扇聲鼎立台報道